蕭靖南 姚子凌出席劇集《黃金有序》宣傳 雖然還有幾天才跌年三十晚 不過蕭靖南同一班好友就已經吃了團年飯了 是呀是呀 剛剛團年了 都很開心 整班朋友一起 買了很多美海鮮 司君還被人罵 叫他不要買那麼多牛 相信他買了八磅牛 只有幾個人吃牛 這次他就買少了 還有跟六明兩個女兒 我發覺自己有點老了 因為全部跟他們玩的跳舞遊戲輸了 全輸 我覺得很難算 畢竟是歌手 你玩完又會扯哭 胡雪八道會又會何時團年呢 我們已經選了其中一天會一起吃飯 看看會不會順便和Selena慶祝一下 因為那天其實回來了 都沒有什麼機會跟她接觸到 然後大家都覺得她要飛 希望可以跟她補足 另外就是我們每年都很期待的 就是去古伯家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我們去古伯家就會玩一個射龍門 我記得有一年我們都有傷亡慘重的人 那個應該是陳山聰 還有胡定欣 我記得臨走的時候 定欣還要問我借錢 他不知道什麼鬼 我哪呢 射龍射到這樣 因為山聰也不是第一次 其實我十幾年前已經聽過她的天職 又是撞處撞到 嘩 嘩 真的 我聽到我心痛 真的 這樣撞 這樣 希望她幾分之後轉轉運 開始射得入籠 哈哈哈哈 恭喜發財 鼠年俠大輪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快高長大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膠肥奧 Yeah HAPPY NEW YEAR